我只有兩個感覺 第一個叫做那麼充滿欣慰 終於落寞了 至少是落寞了 但是緊接而來 更多的是黑人問號 而且我有七八個問號 很多 我先講第一個問號 這個李信彥華航董事長 跟總經理不是說嗎 你是長榮積虛 你還攻擊他 你不應該介入 最後由他代表 你們後來就沒意見了 為什麼 Question mark 顯然是可以 過程中為什麼要這樣子答 鄭文燦不是他 何仁軒不是他的人嗎 你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林佳龍跟何仁軒站得多遠 鄭文燦還突然站在旁邊 鄭文燦不是說 這不關我的事 而且我也不是教導部長 而且何暖軒如果聽我的話 就不會是這樣了 就像你也跑出來了 許民村 勞動部的部長 一大堆這樣的狀況 蔡總統最近PO很多文 等一下我們可能還講其他文 這個文我真的是 有的文我覺得不錯 這個文我真的看不懂 不是晚了剛剛秀琳警長七八天 晚了好幾個月 明明可以為什麼不做 就是我對這張圖的最後結論 剛剛講兩個感覺 兩個感覺就是感到欣慰 至少罷工落寞 第二個就是黑人問號 好多問號我還沒問完 最後的結論就是 明明可以為什麼不做 你明明可以不要罷工 你明明可以把事情落幕 觀眾朋友今天是禮拜五 今天蘇院長到立法院 在蘇院長到立法院之前 他要求下令必須結束 不就結束 為什麼要這樣拖 我們很快把這個時間講 觀眾朋友就知道了 在華航跟機師 以及機師繳交這個檢定證過程 有的人講我是貨機 我是怎麼樣 大家還有耳遺為他都先不管 明明在2018年的8月7號那一天 往前再推三年 都一直講要罷工 一直爭取 就已經取得合法罷工權 我們現在台面上這些人 包含鄭文燦 當時交通部長不是林佳龍 你們做了什麼 然後8月30 何暖軒你要跳進來 你是董事長 2018年8月30 開始進入的5次協商 一直到1月27 5次為什麼你全部拒絕 現在為什麼能夠簽訂 所謂相關的互相認同的這些書 然後能把各退一步 為什麼你過去 2018年8月30 到2019年1月27 這5次為什麼你不同意 好 這些都過了 剛講順寧姐講晚了七八天 不是 2月1月27不行之後 公會2月1號就已經 那麼宣告說我們即將罷工了 2月1號到2月8號這幾天 總統也不PO臉書 院長也沒有接地氣 你都沒有做這些事情 然後一旦8號了 凌晨說要罷工6點開始 所以結論就是說 我剛剛講這麼多的時段 從2018年的8月7號 8月30 2019年1月27 2月1號 2月8號 你有至少5次 6次以上的機會 可以讓這個罷工根本不要發生 可以不要有5萬個人受影響 華航可以市值不要蒸發34 也有很多投資人 然後你也可以不要 因為這樣的損失而賠了6 這樣加起來大概是41 6加34 你為什麼不做 明明可以 就是說你今天再多的欣慰圖 真的也難怪也會有人講說 看到這是收割大隊 因為結束了以後 大家拼命PO文 副院長也PO文 總統也PO文 院長我覺得這個都好 後端都好 可是我要問前端 你會問你的小朋友 你明明可以考100 上次為什麼考5分 為什麼 就是你明明如果認真都可以 為什麼我們的行政院團隊 交通部團隊 跟華航還有機師的爭議 不是老早 我剛剛講時間都可以大家去查 已經是喧鬧這麼久 而且去年還講說 中秋節就要霸機 這都上過中國時報的 這個頭版頭條 那個時候也是李信彥 他也講了 所以這事情是存在的 可是你沒有處理 現在已經處理完了以後 你把過去的 我不敢說到獨職 就是說你好像有點代呼職守 你都抹去 我現在做到了 大家要給我們鼓勵 給你鼓勵我覺得是多餘的 至少事件是落幕的 這是值得欣慰 可是在事件落幕之後 你要去回溯到 為什麼事件會發生 事件發生之前 有多少次機會 明明可以不要 而你為什麼能做到而不做 蔡英文這個邏輯 就是讓大家覺得 他真的是完全不接地氣 不知民間疾苦 在這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大家會說官員身影 因為這是春節期間 眼看著就已經罷工了 罷工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我們整個的政府部門 沒有啟動任何的危機處理模式 為什麼會傳出派系的鬥爭 是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整個政府部會莫中一世 所以我不曉得是不是事實 但是讓參與其中的人 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各唱各的調 為什麼政府沒有態度 難道是因為派系介入了鬥爭嗎 這些都在在地顯示出 這是一件很緊急的事情 這麼多的旅客的權益 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的當下 卻沒有看到政府有明確的態度 這就是為什麼民怨四起 會有種種指控的原因 指控不一定是事實 因為我們派系鬥爭 我們在外面不知道 但事實是 沒有看到政府採取 應該採取的動作 如今落幕了之後 蔡英文卻洋洋得意 甚至於好像說 我們應該要給政府鼓鼓掌 哇 政府做得好好 這跟一般百姓的認知落差過大 剛剛其實韋翰講得很好 他講就是我要問的 今天是 這跟豬瘟是一模一樣的 去年8月就有豬瘟了 不是現在才有 為什麼你們都不處理 都沒有動作 為什麼去年8月的時候 沒有告訴我們 這件事情多嚴重 全國要總動員 如果那個時候農委會就說 我們要不能夠再使用廚餘了 廚餘要成立真主的中心 農委會不會跟我們說要半年嗎 我們大家都嘩然 半年 朱恩進來怎麼辦 可他如果去年8月就開始的話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 我們現在已經有真主中心了 這半年你們跑到哪裡去了 現在才告訴我們說國安危機 大家全部 全國要總動員 行政院也早上到機場去查 為什麼8月到12月都沒事 8月到12月 我們不是都 豬瘟都安全都很好嗎 國家安全都很好 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公會也不是一叫醒來說 我們明天罷工春節 不是 這件事情持續了幾個月了 也是8月 然後 對 也是8月 你們都在幹嘛 我就講過 這可是春節 你看全世界罷工的例子 就講民航 就講機場 如果他是已經罷工了 一直沒有辦法落幕 眼看著Christmas就要到了 如果是西方的話 如果Christmas都要到了 所有人都要想辦法 避免罷工延續到Christmas 如果勞資雙方談判談不攏 眼看著就要破裂了 很可能就是Christmas 剛好就對了 Christmas要罷工的時候 我們看到民航公司也好 雙方公會也好 都會想辦法避免 因為這是一個特殊一年一度 意義重大的假日 這不是一般的廉價 可是我們不是 任由在春節期間罷工 我覺得這是不可原諒的一件事情 然後等到外夫所指 所有人都罵翻了以後 你趕快出來 這叫做擦屁股 這叫做趕快收爛攤子 前面是誰造成的 華航又不是長榮 這些所謂的華航董事長 通通都是官派的 那難道你不知道這個重大的危機嗎 現在才在放馬後炮 讓我們覺得說這件事情 就學到一個教訓 今天這些官的組織 因為華航其實它就是一個辦官 官方色彩非常強的組織 你們的官僚 然後你們通通在那邊不動 到最後老百姓已經受到了傷害的時候 被罵的時候 才要被動的出來處理 那工會就是怎麼樣 原來我剛剛講的 全世界都要避免在春節 在Christmas罷工 在台灣就是 只有這樣罷工一定有用 就有效嘛 所以未來所有的工會 是不是都用有樣學樣 台鐵要選在這種時候罷工 其他時候罷工沒有用 這時候罷工你看 你看本來那個資方高高在上的 本來那個官方都沒有態度的 這下子出來 所有的旅客罵翻了以後 就不相信你們不出來處理 要不要退讓 你之前不是都給工會穿小鞋 不是都侮辱這些人 現在要不要退讓 退讓了嘛 那以後大家就是有樣學樣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壞的示範 我坦白講 那以後所有人都知道說 就是這時候罷工 那這樣五毫 我們消費者的權益怎麼辦 飛航安全怎麼辦 旅客怎麼辦 這些所有的事情誰要負責 難道不是政府這個時候 應該要出來積極的給雙方壓力 要求他們 一定要在春節之前 把這個罷工的正義落幕嗎 今天搞到這樣子 還得意洋洋出來 好好站一排拍照留念 頒個獎給他好了 趕快那個總統府 再頒個勳章給他們就好了 去年7月份的時候 其實這些工會已經發起了抗議 而且在8月份的時候投票 投票的時候有高達97.7% 是確定要罷工的 也就是他們是取得 合法的罷工權利的 所以剛剛兩位在問的就是 這大半年都已經過去了 我們以為政府會妥善的處理 顯然沒有 那麼今天最糟糕的就是 看到幾位急忙的PO文 就是要搶工 我覺得今天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看到蘇貞昌在講說 他要感謝的這幾個頭人 林佳龍 許明春等等 然後感謝說大家13日的時候 大家熬夜 然後在協商 他們非常的關心 你熬夜協商你也沒進去 你在熬夜關心什麼 熬夜看直播 然後14號的時候 他們就在政院 大家開始非常焦慮的開會 好不容易的 終於這件事情已經完成了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們政府沒有愧對百姓的期待 最好笑的是林佳龍 她自己在她面對記者的時候 她說這是一個情人節的共識 然後她在前一天 就許願這件事情可以落成 就完成 可是雖然晚了一天 但是她還是非常高興 就是這件事情有開花結果了 如果協商都是用靠許願的話 我對於未來的 就是新任的這位交通部長 其實我還滿擔憂的 就處理事情 然後我靠著許願 然後讓大家前線的人去做 所以我覺得我們剛剛 許明春 她其實為什麼大家講說 勞動部有點像資方的立場 因為從頭大尾 許明春都沒有出現過 都是司長在出現 最後一天才派次長出現 所以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 許明春 更不用講陳其邁跟何暖靴 還有鄭文燦在這裡的角度 我想前面講的我就不再重複 我覺得說我們今天要探討 就是華航 它確實是一個有販公股的公司 我們如果從一個 仇庸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也不會特別去說 仇庸就是不好 畢竟很多 如果她的性質是這樣 本來就會被 這家公司在很多新上任之後 就會被拿來做很多的 政治人物的篩選 官股就是官派 對 我覺得你說 大部分都會以一些專業 或者是有經驗的為主 通常以前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有一些很多都是以政治人物 退下來的或者是政務官 你去大概就是 可能就是好好的 把這家公司好就好了 不要出事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 很離譜的就是說 不管說之前口藝閣也好 或者是吳英寧 你沒有專業 然後你也沒有經驗 你上去的時候就不斷的出包 現在這些有一些 看起來有一些經驗的人 他上去之後 他想的不是未來股東的這些的 他們的這些的盈利 或者是我怎麼樣去幫這個公司開創 他想的是我根本不顧股東 我想的是我怎麼樣服從我上級的命令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所有的策略想的都是說 我可以凱全民之凱 反正國家的錢如果抗議的話 反正我就拿出來補貼大家 然後落幕之後 我還可以出來拍照 顯示說我政府還很有能力 處理這些危機 可是實際上 我們希望看到的政府不是這樣 好了 所以我覺得反過頭來講 就是說我們覺得現在的政府 如果我們不去 我們並不是說華航 他一定要改為民營 而是說如果我們要維持 他是國營企業的話 現在的政府應該要思考的 就是應該如何在內部 讓我們整個企業可以活絡起來 不是只有酬庸理薪水 現在讓人家看到的是說 不是只有酬庸理薪水的問題而已 而是現在都是為了 讓你們酬庸之外 所有的政策決定 都是用政治做考量 然後發生事情之後 這些大頭也都不出現 辛苦的是前線的人 最後你們還出來領工 就會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噁心